年底選戰聲響起 立法委員蘇巧慧為議員選戰來輔選 帶著新北市議員張維茜 還有兩位市議員參選人 一同來做端午相包 而目前綠營新北市長的人選選而未決 士氣無法凝聚 在人選確定之前 各市議員就靠勤走基層來鞏固選票 年底選戰聲響起立法委員蘇巧慧充當母雞 帶著新北市議員張維茜 市議員參選人彭一書 以及翁振州一起做端午相包 被問到民進黨現在還沒有推出參選人 對戰侯友宜競選新北市長大位 張維茜希望早點由母雞出現拼出綠營士氣 如果願意出來勇於承擔的話 我們所有的議員大家也願意全力來輔選 那希望這場選戰呢不僅是我們的市長 要這個打敗這個侯友宜市長 那重點是要帶動我們整個市議員的選舉 讓我們的選舉氣氛能夠更加的好 那黨內要展現更加團結的一個氣勢 日前蘇貞昌點名自己的子弟兵 立法委員吳秉睿 英系的立法委員羅志正 與內政部長徐國勇可與侯友宜同場較勁 但都未明朗 第一次競選新北第七選區的市議員參選人 彭一書認為在還沒選定人選前 請走基層是最主要的選戰策略 不會焦慮啦 因為我們平常其實以前就是 深耕在基層做服務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一樣 要請走基層把服務做好 至於人選的部分我覺得 只要推出來我們就是把它全力以赴 把它完成 最近新北市長侯友宜 頻頻因防疫政策槓上中央 蘇巧慧也忍不住跳出來為中央講話 這一波的疫情讓我們知道 它就是要和世界接軌的最後一步 防疫是中央和地方要一起努力的 如果有人不配合 只是把做不好的事情甩鍋中央 那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不管未來誰出現 綠營認為當務之急是地方中央上下團結 齊心把防疫做好